祝你生命改变的见证 在过去几次分享中 我们讲大自然为神做见证 我们讲圣经为神做见证 第一第二讲 今天我要讲 借着自己生命的改变 为神做见证 经文出自诗篇十九篇十二到十四节 圣经说 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 愿你失眠我 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 不犯正义妄为的罪 不容置罪挟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华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弟兄姐妹 大卫是一个属灵人 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一个生命改变的人 尤其从以上的经文 可以看出来 以下将我们从四方面思想 第一大卫说 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 这里大卫好像在发出一个问题 其实他在发出一个令人纳闷的叹息 因为人做错了 竟人不知道是错 人犯罪 只要没有被发现 把嘴一擦 就好像没有发生过的 随后有人问他 他敷衍了事 所以大卫问 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 这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是没有人能知道的 以下我们从五方面思想他 第一大卫的问题有必要吗 回答 对一个敬畏神的人而言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 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 是圣洁又是公义的 万不以有罪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我们就要与神建立亲爱的关系 我们就要与神有亲密的交通 就必须解决罪的问题 因为主说 我是圣洁 你们也要圣洁 而我们的罪孽是众多的 诗篇三十八篇四节说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叫我单单不起 第二 人不能看见自己的面目 也照样不能看见自己的过失 例如我脸上有污点 别人看得清楚 神更是洞察一切 我却不能看见自己 第三 人只能看见自己的过失呢 答案是靠着圣经 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说 圣经足同一面镜子 人从镜子可以看见自己的面目 照样 人读圣经 可以知道自己的过失 罗马书第七章七节说 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 第四 我越学习神的律力典章 我越知道自己的过失 但我若不学习神的律力典章 我只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 第五 我对过失之道的程度 与圣灵的观照成正比 照耀我的观为作 我能看见的污点就有限 观照的观强烈 我就能看到众多的污秽 所以 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 过是越过 就是做不该做的事 想不该想的 看不该看的 听不该听的 读不该读的 说不该说的 到不该到的地方 失是失职 就是该做的没有做 该说的没有说 该想的没有想 该听的没有听 啊 我的过失实在太多了 你问 我的过失既然做到无法数算 我当初和处理呢 是把从小到大的 每一项过失都清查出来 然后一一成正吗 回答 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 怎么办 答案是 学习大卫 祈求神的宽恕与世面 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二方面 大卫说 愿你失眠我 引而未现的过错 这句话有两点值得我们思想 第一 大卫对付罪的方法 不是否认罪过 不是掩盖罪恶 不是逃避执政 不是压制良心的控告 不是将执政推卸给人 不是等到神审判抬迁的时候 再想办法如何应付 乃是今天就向神成正 今天就求神宽恕与世面 大卫这样做 因他知道神乐意试免 神有赐罪之恩 并且神试免了就一笔勾销 不再追讨 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 我们做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试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第二 大卫不但承证明显的罪 既得起想得到的罪 能说出来的罪 他也承证隐而未宪的过错 隐而未宪可以包括三方面 第一 像对方隐藏所做的恶 对方不知道 第二 罪隐藏在心中 未曾在行动上显出来 第三 生藏在心里 还未显露出来的意念 这些意念 连同大卫自己 也还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还未显明出来 而大卫求神 事免他隐而未宪的过错 因为他知道 这些隐藏的意念 就继续发展下去 终究不要显露出来 如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说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即斩成 就生出死来 那将是极其可怕的 大卫知道 有多少人犯了滔天的罪 是因为他一直荣赞 邪恶的意念 隐藏在心里 等机会到了 罪行就暴露出来 所以大卫求神 失免他隐而未宪的过错 弟兄姐妹 我们要学大卫 求神失免我们 隐而未宪的过错 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三方面 大卫说 求你拦阻仆人 不犯正义万为的罪 不容之罪挟制我 我并完全免犯大罪 弟兄姐妹 大卫这个祷告有五方面 第一 求你拦阻仆人 大卫知道自己 有犯罪的性情 有犯罪的倾向 有犯罪的能力 一一道试探 救足万马拉迟 飞越过界限不可 尽管理智阻止他 尽管良心忠告他 尽管圣明向他说话 所以大卫向神求 神啊 求你拦阻仆人 大卫使用仆人这个表达 我要强调 第一 神是他的主人 神可以在他身上 行使正和权柄 第二 大卫既然是神的仆人 他礼当荣耀主人 不可使主人 因他的过失被修主 弟兄姐妹 愿我们学习大卫 这样为自己祷告 第二 大卫说 不犯正义万为的罪 正义是 任凭自己的意思 万为是 狂妄的行为 正义是因 万为是果 正义万为 是我已经知道是错的 或有朋友已经 劝告过我 或圣灵已经 清楚告诉我 或我曾经教导过别人 但因我不敬畏神 不顾后果 不理睬圣灵的职辈 还硬着景象去做 在这种情况下 极其危险 主要神来干预 人不能做什么 第三大卫说 不容之罪挟制我 这里有三点词的留意 第一 之罪在原文是服术 所以是这些罪 第二 罪会挟制人 因为他是心中的欲望 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也说 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做亡 使我们顺从生子的私欲 第三 这是一个祷告 感谢神 虽然罪要挟制我 我却可以求神 不容这些罪挟制我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三十三节也说 求主用他的话 使我们脚步稳淡 不许罪孽 挟制我们 意思 大卫说 我便完全 这里的完全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我便完全 在这里是指 与那些罪无分无关 不受他们的影响或连累 第五 大卫说 免犯大罪 你问罪有分大和小吗 回答 有的 立足明明知道是不该做的 还去做 这是大罪 消灭圣灵的感动 拒绝耶稣做救主 泄满圣灵的圣灵 这些是大罪 你问大罪的结局组合 回答 箴言二十九章一节说 人屡次受执罚 人长硬着景象 他被请客败坏 无法可治 弟兄姐妹 大卫以上的正罪祷告 真是我们的榜样 愿我们效法他 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四方面 大卫说 耶和华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弟兄姐妹 以上的经文 有对神的称呼 和向神祈求 两个方面 现在我们看大卫对神的称呼 他说 耶和华 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耶和华是磐石 说明他是坚固的 是靠得住的 是能拖住我们的 我们可以扎根在他上面 十分的稳妥 耶和华是救赎主 说明我们已经被卖了 我们落在捆绑之中 靠着自己 我们不得解脱 但神用代价 买赎我们 用能力拯救我们 使我们重得自由和权力 弟兄姐妹 我们最需要的 就是可靠的磐石 就是救赎的恩主 现在我们看大卫的祈求 他说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大卫这句话 让我们思想三件事 第一 大卫的祈求 是在神面前蒙悦纳 这是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最深的渴慕 是的 在与神交往中 有什么比门神悦纳 更重要呢 若不门神的悦纳 我们一切的努力 就都是徒劳的 第二 神悦纳我们 神看重我们 不是我们外表的专办 不是我们照做的行为 乃是我们口中的言语 和心里的意念 请记得 我们的动机在神面前 已经是动作 我们的意念在神面前 已经是行为 第三 人常常口是心非 我们如何达到心口一致呢 是要默想神的话 是倚靠神的话 我们做天天可目神的话 思想神的话 宝贝神的话 以神的话 为我们的智慧 为我们的准子 这样我们的心 想什么 口就说出来 我们就能达到心口合一 我们就能门神悦纳 弟兄姐妹 诗篇第十九篇 真美丽 它讲述神作为的荣耀与美丽 它讲述神真理的宝贵与甘甜 它讲述一个和神心意的人的生活 就是常常省察自己 常常认罪悔改 常常祈求神的帮助 常常追求在神面前蒙悦纳 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不要怕 只要心 绝境中仍有出路 不要怕 只要心 苦难是灵泪祝福 不要怕 只要心 言泪碑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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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 不要怕是全能的神 只有心神是爱你的神 不要怕是要心 却尽众仍有出路 不要怕是要心 苦难是人类祝福 不要怕是要心 眼泪避回变欢笑 不要怕是要心 死亡是永生的开始 不要怕是全能的神 只有心神是你的神 不要怕是全能的神 只有心神是爱你的神 不要怕是全能的神 只有心神是爱你的神 神是爱你的神 不要怕是全能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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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能的神 是全能的神 祝福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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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